Hello 各位同學 又是我 DSE 塑料文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測試 就是試一下坊間上比較流行的幾個原子筆牌子 比較多人用的牌子 看看哪一款原子筆寫在字上是最有效率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考DSE 或考考耐士 其實有很多科目 很多時候你寫字的速度是很決定性的 數學就可能反而沒有那麼著緊 其實也有關係的 但數學就沒有那麼多字寫 但如果你考那些中文作文 英文作文 又或者你考劃式的話 那些真的純粹是鬥字多的 不可以這樣說 好像很貶低 內容也很重要 但我覺得你寫字夠多夠快 是你贏的其中一個先決條件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測試一下 坊間上三款比較多人用的原子筆牌子 哪一款寫字上來的效率是最高的 OK 今天就由三個方面去測試一下這三個牌子的原子筆 分別就是拿上手的手感 重量 容易不容易線手 第二個就是寫字的時候唱信的程度 寫字最緊要夠快 唱信度究竟高不高 還有第三個就是那個速乾性 就是寫完那些墨水 究竟需不需要很久才會乾呢 因為有時候如果它還沒乾 你寫到下一行 有機會你的手肘或手指尾 是不小心把那些字拆掉 所以鬥快乾其實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然後很多時候譬如有很多人拍一些開箱片 都會探討那樣產品的性價比 但是我特意不把這東西放進這個category裏面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原子筆來說 其實價錢相差10-8元 也不會相差很遠 所以如果一支筆給貴幾元 但是可以幫到你考試裏面發揮得好些 那幾元其實我覺得是很划算的 所以性價比那裡我就不放進去 如果有一支筆是好的 我寧願給貴幾元 我覺得是值得的 所以就不說價錢了 因為大家相差都是幾元 可能10元和8元的分別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看看 今天參賽的三位選手 分別就是Panto 就是一個你去親民巨普 一定會見到的 基本上這個牌子 Panto 第二個就是外形很獨特 就是無印良品的一個牌子 很受學生歡迎 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都沉迷這個牌子 我是不知為何有強迫症 一定要儲齊全套七隻顏色 他還要不止七隻 買客買客真的破產了 這件事 他還要十幾二十隻顏色 還要分0.38 0.5 0.7 這件事 你說沒有分數 連用錢都買不起 還有就是這個 老牌的原子筆 又或者可以說是文具界的名牌 就是Pilot 這個基本上都是 你走入任何一間文具店 都一定會見到它的產品 今天會測試這三隻原子筆 哪一支究竟會是 幫助你考試中考高幾分的神兵力氣 為了公平起見 走珠的長度 或者走珠的直徑 我們全部都是選擇0.5 來做測試 看得不太清楚 還有這個 這個叫做0.5 也叫做0.5 0.5 公平起見 我們先由第一個方向著手去測試 就是拿上手的手感 哪一支筆拿上手的重量 或者是防線做得好些 防線不是防手的線 防線是防止線手 有手巢的防線 其實我的專長是玩食字的 平時你見我教數 我完全是被數學耽誤的 食字的高手 就是這樣 不是防線 而是防手線的防線 先說這個 這個基本上就是 PILOT是文具界的名牌 你可以這樣理解 如果是打個比喻 就是文具界的籃籌股 就是這樣 這個基本上 所有事情 都很多年歷史 這間公司 還有就是 所有事情 基本上都做得不錯 就算不突出 都好 他至少不會做得不好 拿上手的時候 基礎就是有個防線膠 只要不是特別大手巢 基本上防線那一刻沒有問題 但是唯獨我會覺得 重量是稍微輕了少少 味道真的很輕 但是有種不太聚首的感覺 有種不太聚首的感覺 可能是一些膠的問題 質料比較輕 所以防線那裏是OK的 但唯獨重量那裏 好像不太找到重心 這裏的重量那裏 我會覺得再重一點就好 所以這裏我會覺得 五分裏面 我大概會給四分左右 那一分就是重量 我覺得它可以再重一點點 好 接著第二個拿上手的產品 就是這個無印良品 很多同學都會用這個牌子的文具 基本上 因為它整套這樣掃齊 是真的好有霸氣 好有霸氣 你試試找進去自修室 即是遲些開放之後 你掃齊十幾隻顏色 即是一下子打平地拍出來 好像那些人玩啤牌 一下子掃整部啤牌出來 嘩 真是你今日之星 最有霸氣的就是你 所以產品外形上是設計得頗漂亮 但今天是要探討它的實用性 所以外形是怎樣 我們不在乎 好 它其實是第二代的產品 以我所知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舊的產品 就是整支筆是再磨砂多一點 然後這塊藍色這塊膠 分量會少一點 以前這塊藍色膠 沒有那麼多的 好 這個時候拿上手測試 你正常都會套在支筆後面 所以我們測試的時候 都是這樣套上去的 那我自己就覺得拿高一點點的鏡頭 我覺得要拿高一點點的鏡頭 就是這樣 拿上手之後 我自己覺得 它那個重量的問題 是相對於剛才第一個pilot來說 是會再輕一點點 所以我自己不太喜歡它的重量 當然不要有一個concept 就是覺得 越輕的筆 那就是負重越低 那你的負擔就越少 就可以動得再好一點 對不對 不是這樣的邏輯 我覺得 你怎樣都要有少少重量 聚一聚手 那你的手感才好 正如你買手機 有些人 譬如我這樣 我買手機是不喜歡追求 買一些很輕的手機 我覺得手機要有少少重量 拿在手 那手感才好一點 所以就是重量那裡 它可能用這個物料 雖然很漂亮 但是真的略嫌有少少 太過輕了 太過輕了 而防線那裡 防手線那裡 我是不喜歡它這一代的升級 它上一代反而做得好一點 是會磨砂多一點點 這一支筆 摸下去 你會覺得很滑的 是的 但是用起上手的時候 防線其實是不太好的 不太好 那它這一代的改良 我覺得唯一好的地方 就是這塊膠變重了 令到這支筆 多少有少少重心 是的 比以前更重了少少 但是仍然來說 整體來說 都是比較輕的 所以以手感來說 這支筆 我只能夠是五分比三分 是的 又未到說真是很差 輕得就會擺走 但是如果以你 譬如你搭一份通識卷 中文作文卷 你可能要連續寫字寫幾個小時 那手感真的不太好 是的 我自己覺得手感方面 是五分比三分 OK 接著去到這支 以外形上來說 其實相對於之前的兩支筆來說 我自己覺得真的不太好 但是 還是那句 今天不是測試外表 今天是測試實用性 有很多人外表不漂亮 但其實很有內涵 就像我一樣 說笑而已 我是有帥仔有內涵 就是這樣 說回正題 它的外形上的確 設計是沒有剛才這麼討起的 但是拿上手之後 這支筆超重的 我個人來說是很喜歡的 它的重量是真的很聚首的 重申一次 我覺得是沒有那套邏輯 不是越重的 負擔越大 不是 我覺得反而是越重的 有個重心 有些手感 反而好些 是的 再加上去有個防線膠 在那裏 防線那裏都應該沒有問題 除非特別大手看 所以就是 我會覺得 以手感來說 這支我給滿分 這個我真的給滿分 其實我是很喜歡這個牌子的 平時有時我拍片教掃的時候 可能有些同學有看過的片 都留意到我平時自己用開 都是用這個牌子多的 這個拿上手很重 夠重 然後就是防線 亦都做得不錯 防手線那塊膠 正常發揮 所以手感方面 這個我是滿分 五分裏我比較滿分 所以第一回合 如果單計手感的話 這支牌子贏了 就是這樣 接著看第二回合 看看寫字的暢順程度 其實最主要就是 那個筆尖做得夠不夠好 寫字的時候 會不會很刮紙 會不會很大阻力 當然 其實正常來說 你日常生活用的時候 都是一些很小的問題 但當那個很小的問題 你要持續拿著筆寫字 寫幾個小時作篇文的時候 那些很小的問題 就可能會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測試一下它的流暢度 如果寫下去 將紙上 首先第一個牌子 這個Pilot沒有什麼問題 整體來說正常流暢的 也不容易有斷密的情況出現 所以這個 合格就緊 我覺得是合格偏高的 這個牌子也穩陣的 其實也是 合格偏高的 我會給4分至4.5分 不是太感覺到 寫字的時候 你不會太感覺到 在刮紙的力度 即是流暢的 OK 好 接著這裡 無印良品的一個0.5的原子筆 好了 都看一看 就是那個寫字的流暢度 跟剛才類似的 但是稍為 你拿上手試的時候 這個有少少主觀的 我自己覺得它是相對來說 刮紙多少少的 但是不是說相差太遠 同樣地我覺得 這個無印良品也是值4分 流暢度方面是OK的 就是這樣 好了 接著到最後 這個就是剛剛第一回合 贏了的Panto的產品 好了 這裡 寫上去的時候 坦白說 這次我是不太喜歡這個 最主要就是筆尖的分別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這個就是 剛才第一支測試的Pilot 它是一個正常原子不過筆頭 但是這個 第三支Panto這個原子筆 它是用了一個尖口 特別少少的 它用了一個尖口 那尖口用下的時候 因為它那個 借力點可能小一點 就是那些物理原理 我不知道 但是弄下張紙的時候 一寫 感覺是刮多少少的 你感覺到是有一個摩擦力在 所以這一回合我只能夠給3分至3.5分 這個原子筆 OK 所以這回合贏的 就有機會是雙冠軍 如果真的要選一支好一點的話 我仍然會選這個 這個 這個的暢信度其實是OK的 是的 當你寫到張紙上 不是太感覺到張紙有阻力 好 但是呢 亦都要幫幫這個 這個產品去評判一下 因為呢 這個產品其實是有出0.7的版本的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 其實就是0.7的版本 OK 是的 0.7的 我個人有原因喜歡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做拍片教掃的時候 那我都希望那些寫字的線條 粗一點 那鏡頭才容易zoom一點 那我自己是有過這樣的原因 但是呢 一事難忘 自從買完這0.7回來之後 這個呢 即是一事難忘 這裡斷了墨 是的 可能用得太久了 OK 但是呢 它其實整體那個流暢度很好 而它也都在0.7的產品裡面 就變回了一個正常的原子筆頭 那它一變回正常的原子筆頭 是寫得很流暢的 這個是很好寫的 是的 那所以就 它那個 就是那個流暢度 就好像你感受到 將地球那個萬有引力 再加上支筆本身的重力 還有那個動量呢 是完全抵消了 是的 分子之間的磨擦力 是完全消失了於空氣間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用它0.7那個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是的 唯一的問題就是0.7 我不知道你們考試的時候 有多大的影響 因為你們中文那些好像是格仔 作文一格一格的 那如果0.7的話 會不會太粗 可能會不太方便 會爆格的 那這個我就不清楚 但正常用來寫字的話 我覺得這個0.7 真是King of the Plan 這個真的超好的 那再說回我們今天的主要戰場 我們今天的主要戰場 都是0.5的 那0.7那個是一個題外話 所以剛才第二彎那個流暢度 那我會覺得這個PILOT的原子筆是贏了的 好 那最後就看看那個速乾性 因為你寫字 你寫字 是的 這裡 好 你寫字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可能你寫了幾個字 寫了些東西 那接著不小心你寫下一行的時候 可能手指尾不小心high到它 會high far了 是的 這裡有一點點萌 我們zoom近一點 OK 可能會high far了 這樣就影響了 你又要重新再逃過去 再寫歌 好吧 那我們現在馬上試一下 我稍後就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會先分別用這三支筆 畫幾條線在這裡 跟著 畫完之後 馬上就用手指尾輕輕地掃一掃它 我盡量奏到力度是輕輕 可能一些不小心的掃一掃 我不會這樣大力的起勢 在那裡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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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盡量控制到三支筆的high的力度也是一樣 看你信不信我 OK 好 先說pilot的原子筆 寫完之後下一秒就馬上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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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測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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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也是那句,寫完之后下一秒,我便立刻开进去 这个甚至乎比刚才更好 我再试一次 为什么我会再试一次呢? 因为墨水分布是很平均的 但如果有时下第一笔那一笔,墨水会多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确有类似刚才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速光性跟刚才是类似 公平起见,第一笔我们再试一次 回到Pilot那边,第一笔我们再试一次 试一次,它没有刚才那么严重 所以两者这样给的话,无印良品那边我会给3.5分 其实都算是合格的,因为我真的挖完那秒 要立刻开进去,所以其实都没得强求 那一秒里面立刻干到 所以暂时两支笔,我觉得都合格的 再试一下第三支,这个Panto的产品 倒转了别人的牌子 Panto的产品 好了,这里,那条线,然后立刻开进去 没有的,暂时看到没有什么点花到的 公平起见,刚才每支笔试了两次 我再试一次 这个位置 都是没有的 是的,仍然都是没有的 好,我们再试一次 都是没有的 就算你看到这里,我落笔的位置 其实墨水是比较重的 但是它也没有high 是的,它也没有high 所以这次赢的是Panto的牌子 我会给满分的 因为真的怎么high都好 它是没有,没有花到的 再试一次 真的没有 真的这样撥下去没有 我们现在挑战难度了 赢就赢了 不过我试一下再来 我真的拿手指公去揉 看看揉不揉到有少少花 试一试 一秒之内,试一下立刻揉去 那就有了 如果真的起了力,这样揉下去 终于都是有花 但正常你作文,考试 不会这样做,自己玩自己 所以我认为三支原子笔在第三弯 其实一般来说都够用的 就是撇除一些很例外的情况 你真的无端端拿手指公揉去 那我觉得正常够用 如果真的要挑剔 就是选最好的 我会觉得这支是最好的 是的,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整体来说 其实我本身真的最喜欢这个 但可惜它的笔头 就真的一般 如果以这个笔头来考试 就真的一般 所以我本身 就觉得它是做得好的 但基于笔头的原因 我今天赢的队伍 就是会选一个 真的每方面都发挥得比较平均的 是的 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但也没有什么 是做得不好的 那我就会选它 作为今天的赢家 OK 如果我觉得这类的影片都蛮有趣 可以给个like我 留言和我说 有没有哪个牌子的笔 或者其他文具 你觉得很好用 亦都想我拍片做个测试 是的 因为其实三支 三支牌子好像未够足够 下次可以做多些不同的文具 是的 如果有什么你想我帮你测试一下 其实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OK 好 留言告诉我 今天这三支牌子 本身 是不是都是你用开 喜欢的牌子 OK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